塞罗队长求求你,再丢一次机会吧,不要把我赶出去好不好,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迟到了,我真的很想当一名奥特消防战士 贝利亚,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了,你自己看看这都几点了你才来,大家都已经开始刻苦训练了你到现在还穿着个睡衣,简直是丢人显眼 塞罗队长,我错了,我昨晚训练太久,倒是睡不透了,求求你再给我次机会吧,我真的不想离开大家 贝利亚,你赶紧给我走吧,我现在宣布你正是被奥特消防队开除了,赶紧离开这里吧 对不起塞罗队长,我错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敢迟到了 我真的好想和大家一起共同守护大家的安全,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再喜欢我了呢,我又该何去何从 被赶出去的贝利亚独自一人失落地走在马路上,她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该去哪里 后来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不好了着火了救命呀,大家赶紧来帮帮忙呀,贝利亚叔叔看到你太好了,求求你赶紧去帮忙救人吧 发生什么事了呀,小塞罗,你这么慌张的干什么呢,别着急,慢慢说有我在这里 贝利亚叔叔不好了,前面路口发生了车祸燃起了大火 克里加叔叔被困在车里出不来,你赶紧去救救他吧 怎么会这样啊,这也太危险了吧,小塞罗,你赶紧去前面找奥特消防队来帮忙 我现在就赶不去支援,希望现在还来得及 贝利亚十分焦急地往事故现场跑去,当她看到眼前这一幕都惊呆了 挖掘机和搅拌车发生严重事故,搅拌车侧翻在地上燃起了大火 贝利亚立刻冲上去,想要把被困的特利加救出来,可是火势实在是太大了 她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于是贝利亚赶紧拿出灭火器,对准火源,开始灭火救援,随后又爬到了搅拌车驾驶位上 趁着火势被压制的一瞬间,她立刻将车门玻璃打碎,然后将被困在里面的特利加救了出来 看着被困人员获救后,贝利亚松了口气,当她刚要跑出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车辆瞬间发生爆燃,贝利亚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才艰难地从火场里跑了出来 可是由于吸入大量的浓烟,贝利亚再也坚持不住地晕倒在了马路上 此时的特利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贝利亚你怎么了呀,快醒醒呀,多怪我不好 要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受伤晕倒了,我该怎么样才能拯救你呀 你快醒过来吧 特利加伤心无助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另一边的小赛罗也在公园里找到了正在训练的奥特消防队 不好了出大事了奥特消防队,请赶紧来帮忙呀 小赛罗你这么慌张,干什么呀 没看到我们正在进行体能训练吗 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说,不要着急 赛罗爸爸大事不好了 特利加叔叔排车发生车祸,被大伙困住了 贝利亚一个人赶过去救援了 他让我赶紧来找你们去支援,你们快去看看吧 哎呀,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啊 贝利亚不是刚被开除吗 糟糕不好,他一个人会有危险的 小赛罗别着急,我们立刻去支援 奥特战士们立刻集合,现在有晋级任务,需要立刻出发 所有人立刻上车,跟我去支援 赛罗队长带领着所有的奥特消防战士 到消防车上,随后立刻开动车子 就往事故现场,赶去了 每一回消防车来到车祸现场 消防车调整好位置后,每位消防员都分工明确 开始救援工作 在大家的不限努力下五分钟后,大伙被浇灭了 赛罗立刻跑出去查看情况 哎呦,怎么会这样啊,赫立刻这是怎么回事呢 贝利亚怎么躺在地上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赛罗队长都是我不好 贝利亚刚才为了把我从车子里救出来耗尽他所有的能量 最后挣扎逃出来后,就晕倒在了地上 他真的太勇敢了 哎呀,看来是我错怪贝利亚了 我不应该把他从奥特消防队开除的 贝利亚也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把你救起来的 奥特战士们,大家赶紧过来集合 贝利亚受伤,晕倒了 现在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拯救他 既然大家现在全都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一起合唱奥特之歌吧 或许这样能唤醒沉睡的贝利亚 爱你故乡的爱响,爱你故买的模样 爱你最终不久我如何故意唱 爱你不蓝的衣裳,切开住迷你的脚 爱你和我那么像,结果都一样 日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 长马,长啊,你最卑微的梦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赛罗队长,你们怎么都来了 我是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对不起,我现在就离开这里 太好了,太好了 贝利亚,你终于醒过来了 对不起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请你原谅我可以吗 你愿意回来和我们一起继续守护光之国吗 真的吗,赛罗队长 我做梦都想要回来到奥特消防员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遵守纪律 好好训练的 谢谢大家的帮助